你为了基带克尼迪去祝福来的祝福? 我为了基带克尼迪去祝福。 1961年,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宣誓仪式在严寒中举行, 就是这次仪式为后来很多年的不戴帽子的风气打开了先河。 在那之前,人们没见过哪位总统不戴帽子而不受到穿衣礼节方面的批评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 戴帽子是人们常规着装的一部分 帽子确定了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形象 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 有多少财产 新风气对旧金山的古林兄弟织帽公司很有利 这家公司创建于19世纪末 在1990年代 在年轻人的影响下 时尚开始变化 古林兄弟织帽公司的总经理古林 通过skype说 年轻人成长的过程中 看到父辈和祖辈都不戴帽子 可现在男女老少又都开始戴帽子了 大家在这方面思想都很开放 古林兄弟织帽公司在全美国有30家分店 她的帽子绝大多数是在美国制造的 工匠们训练有数 受过良好的教育 当你戴着一顶帽子走出商店的时候 身上会戴有一种范儿 走起路来都会更带劲 在纽约的另一个地方 费恩曼和诺克斯按照传统用手工做帽子 这跟工厂制造完全是两回事 他们的帽子能卖到600美元一顶 顾和定制这些帽子常常是为了特别场合 英格兰伦敦的阿斯考特赛马会 对大家的穿戴有特别的规定 大家都知道这些规定 美国的肯塔基德比赛马会是最大的戴帽聚会 因为去看赛马的人都会参加德比派对 费恩曼和诺克斯在帽子上用很多古董针线 他们确保每顶帽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说他们俩成功的秘诀是手工制作 本地销售 他们准备把这个秘诀一直藏在帽子底下